中国台湾省艺人张军宁工作室6日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 张军宁无台独立场,一直坚定的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随后张军宁转发声明并再次强调我不是台独 然而声明一出,果然遭岛内绿媒攻击挖苦 张军宁工作室9月6日发表声明 博斥网上所传的关于张军宁台独的相关传言 声明中写道,张军宁无台独立场,一直坚定的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并称绝不允许任何有心人利用地狱制造矛盾 随后张军宁本人转发工作室微博,并再次重申 我不是台独 他还称,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五千年中华文明让我们学会的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之道 张军宁的微博发出后,有网友表示鼓励 支持,相信你,我们都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等 然而,岛内一些媒体却开始借机炒作 岛内绿媒自由时报六日发文炒作 声称张军宁撇台独 更有顺者,更是借部分青绿网友之口大肆炮轰 挖苦讽刺张军宁,很有潜力可以填好填满 未舔共贵了,等等 对于绿媒的攻击挖苦,有岛内网友力挺他 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还有岛内网友称,赞,加油,支持你 还有网友借此讽刺 1450,明镜党网军的希望要落空了 公开资料显示,张军宁1982年9月4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 华语影视女演员,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法律组硕士班 2002年参演个人首部作品《流星花园2》出道 随后陆续出演《白色巨塔》、《痞子英雄》、《最美的时光》、《如意传》、《唐人街探案》等多部影视作品 今天,张军宁的工作室发声明表示,张军宁一直都坚信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坚信不移 不希望有心之人利用区域制造矛盾 已经委托律师事务所收集证据,对造谣之人绝不容忍 对此不少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原来近日一直都有网友们挖出张军宁当初的黑料 在当初的采访中,张军宁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等,还被扒出更多的立场问题的不当言论 比如身份认同,比如吐槽大陆等等,对此网友们十分气愤 随后张军宁也发文表示,自己在这几年学习了很多两岸三地的文化,也遇到很多前辈 随后张军宁也发声表示,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副,我不是台独 五千年中华文明让我们学会的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之道 不过对于张军宁的回应,很多网友们都不买账 认为张军宁仍然是闪烁其词,立场不明确,不坚定 文章丝毫不提及自己身份的事情 统一用中华民族华夏儿女来代替,着实令人有些愤慨 这样的操作令不少粉丝们表示脱粉 不少网友们认为,当初张军宁仍并不红,并且也没有在大陆有太多资源 主要都是在台湾发展,所以张军宁才会发出这样的言论 如今张军宁仍逐渐开始走红,在内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才改变自己的说辞 这样人前人后各一套的做法令人不耻 不过也有网友们表示,还是先不要妄下定论 更建议张军宁像欧阳娜娜一样霸气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样就可以堵住悠悠众口 如今张军宁的一方回应就是在说自己是华夏子孙 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但是并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今张军宁所参演的电视剧《女心理师》 已经将张军宁的名字移除 不过其他电视剧的名字还是有所保留的 对于张军宁到底会不会被封杀我们还不得而知 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发声 至今为止张军宁的名字也无法在《女心理师》搜索到 看来事态还是很严重 张军宁发声否认台独 发文内容仍无明确立场 闪烁其词遭集体炮轰 我们也希望网友们不要妄自下定论 希望张军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也静观事态发展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 内地网友也不好糊弄了 曾经也发生过专供微博的事情 有人建议张军宁应该学习一下欧阳娜娜 在外网表达一下立场 来一个欧阳娜娜三件套 立场可以转变 我们也一直接受投证 但请内外网立场一致 对于两边讨好的艺人来说 同时在两边网友面前表明立场 确实不容易做到 但是我们就需要立场明确的艺人 对比我们强烈呼吁张军宁学习一下欧阳娜娜 同时在两边的网友面前表明立场 至此我们将不再怀疑你的立场 在不少人看来 面对如此国内庞大的市场 大部分明星都是低头表明立场 这是不言而喻的 希望以后任何一位来自台湾香港的艺人 都要这样声明一下 才能来内地捞钱 对于张军宁此次事件 还有人认为 张军宁本人站出来说明 对往日言论做出写事 而不是由第三方 这样可信度更高 如今对于张军宁 虽然之前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有争议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相信他 对此有人表示 不要放过一个立场不正的人 但也不要让舆论毁了一个好人 我支持张军宁 很谦虚低调的一个女演员 一直以来她都没有绯闻 有良好的演员修养 口碑一直都很好 舆论害死人 不要因为某几颗字眼而毁了他 并希望惩治造谣声事者 以还其清白 如今内地的网友越来越无法容忍 立场不明确的港台艺人 张军宁 请你坚定的表达了你的立场吧 其实纵观张军宁的态度风波 这次回应确实有些漏洞百出 网友们也就难免不买账 毕竟如果要发布声明来 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就应该像欧阳娜娜那样 直接在微博和外网平台一起发 如今仅仅是在微博发布 难道是怕别人看见吗 而这次的风波 对于张军宁的事业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报由他参演的《第一炉香》 《女心理师》等多部影视作品 有关于他的戏份已经开始被删除 和很多最近被整治的娱乐圈明星们不同的是 张军宁是圈内罕见的高学历人才 以往饰演的多部影视作品 比如和黄博连妹出演的《痞子英雄》 和任家伦合作的《不说再见》等等 在演技上面也是很受认可的 本来以为在大陆会顺风顺水的他 却因为不当言论被网友们痛批 如今被动的回应 可能很大原因是因为怕自己的事业被影响 所以才发生的 对于自己之前的不当言论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思 只是一味的指责网友们的不实言论 想来这个锅网友一定不会背